上集说到 武少君和昆巴联合陈飞 从远北那边弄来了一批黑蛋料理想通道的破产 结果反被我赢了两个亿 而这一次 他们竟然想跑杀我 呦哼 这不是鱼先生吗 真是好巧啊 原来是昆昆先生 好久不见啊 鱼先生 你啥时候来瑞城的 咱们也不跟我说一声 我也好尽尽地主之意嘛 快看 属然是昆巴先生 昆巴先生你好 昆巴先生 我是你的粉丝 能帮我签个名吗 一时间昆巴顿时成了焦点 昆巴的虚荣心狠狠地得到了满名 毕竟这个家伙在这边名气确实很大 不过他今天来可不是来满足虚荣心 而是要贬低自己排高于慧 也就是捧杀 告外 我昆巴就这点赌食技术真的不算什么 我身边这位是来自金宁城的于慧于先生 别看于先生不是什么大家族 也没啥大背景 但是他的赌食水平那叫一个地道 那叫一个美 别看于先生年轻 但是他的赌食水平已经超过了我 上一次我和于先生切磋了一番 我完败 于先生是我最佩服的人之一 除了我师父我还没见到有谁的赌食水平能够比他更厉害 于慧就这么听着 因为他也在吸收这里面的信息 首先他听出来了 昆巴有一个师父很厉害 第二 昆巴不仅在旁杀自己 还将自己这次过来的目的说了一遍 于慧已经确定昆巴和武少君 接下来可能就会针对这方面向他下手 哦 原来是于先生 我是昆城的肖诈 久阳久阳 于先生你好 我是陆凡 一时间 那些有头有脸的人纷纷地和于慧握手打招 并且还递上了明天 其中里面还有不少昆巴请的托 于先生 你没事吧 于先生 你不要紧吧 杨小姐 这个昆巴和于兄弟有仇啊 没错 他们两人有过节 于慧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绝对行 哦 你有什么办法 说说看 其实我们很容易看出来 这个昆巴是用心歹毒居心不良 目的就是叫你明面化 然后捧杀你 因为你没有背景视力 但是却有一身才华和顶级的颜值 这就是原罪 不仅如此 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 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麻烦接踵而来 输重点 于慧 有时候想要破局并不需要太多复杂 你只要将自己跳出这个局就行了 我们这里一共有六个人 那么我们都可以代替你做很多事情 比如购买 于慧眼睛一亮 他明白杨引进的意思 那就是自己看中一块石头 然后让他们几个人任意一个去购买 那么这样一来就不会有人怀疑到他身上 没于慧功夫 一行人重新来到了原始翡翠市场 于慧一出现 立刻就有一大堆人围了上来 看来那个昆巴没什么多宣传 与周中福等人对视一眼 于慧也没时间理会那些人 自顾自的选了一家店 直接就这么进去了 大概十几分钟之后 就在众人以为于慧会购买料子 开始解石的时候 于慧离开了 而是去了第二家店铺 这些人又连忙跟了上去 结果一直到天黑 于慧一共逛了两个多小时 也就解了一次石头 一块比较普通的粉 赚了几千块的那种 不会吧 逛了一下午 挑来挑去就挑了一块石头 而且利润才几千块 这 这好像跟昆巴先生说的不太一样啊 果上 这个家伙一下午都没有出手 也就最后解了一块普通的翡翠 这怎么回事啊 昆巴先生 你怕什么 他都能耗得起 难道我们耗不起 他这次来 可是要帮助沈氏集团 采购一批原石料子的 如果他到时候空手而回 你认为沈思佳会怎么想 沈建成又怎么看待他 所以你放心 这个于慧他不是傻子 如果我猜测不错的话 最多他能坚持三天 三天之后 他一定会忍不住要出手的 于兄弟 没看出来你也挺会演戏的吗 一下午晃晃悠悠就切了一块石头 而且还是普通货色 你没看到那一些人 他们跟了你一下午 结果到最后那种失落表情 我越看就越想笑 让他们跟着好了 我反正每天就切两块石头 保证我们这些人吃喝拉撒够了就行 反正我有的是时间 再说现在这种合作计划不是更好吗 大家都能一起赚钱 于辉 今天下午我留意了一下 那个武少君和昆巴就在我们后面跟着 他以为我没看到 尤其是那个昆巴 他几乎见人就在说 你是什么赌食大师之类的话 于兄弟 今天下午我一共出了这些料子 去掉本金匪 催差不多价值三千万 你看下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问题 我就把钱打给你 按照约定 于辉收取七成的利润 让给他们三成 就这下午两个多小时 他一共赚了四千多万 也就是说将本钱和让给对方的三成口 他就进上了四千二百万 照这么下去 一个月下来最少你得赚个二十一 第二天 昆巴还是一如既往跟在自己身边 然后捧杀他 真是太讨厌了 必须得解决了这个昆巴才行 于辉其实一直观察着昆巴 他在找机会 终于机会来了 昆巴可能也发现到了一块不错的料子 然后抱起来查看 这款料子并不大 也就几十斤重的样子 但是于辉觉得机会来了 昆巴刚刚抱起石头 突然不知道怎么回事 手一划 这块石头直接掉了下去 我的脚啊 昆昆先生你没事吧 快帮 快帮我拿开这块石头 此时的昆巴整个脚掌都被砸变些了 这只脚基本上废了 就算去医院治疗好了 恐怕以后走路也会变得一瘸一拐的 昆昆先生 一只脚而已 影响不大 你还有另一只脚 你放心 我现在就帮你叫救护车 于辉一边说着 一边拿起电话 其实哪用得着他打电话 这家原始店老板电话早就打过了 真是吓死我了 今天我终于明白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是什么意思了 没想到这世上还真有这么蠢的人 可惜我忘了拍个视频发朋友圈了 你们先回去 我有点事先去处理一下 于是余辉就前往昆巴所在的医院 因为武少君肯定会去看望昆巴的 昆巴先生 这是怎么回事 你确定没有人害你 或者当时没有人推你 或者是别的 我确定没有 当时我身边没有人 可能是我分心了 再加上那块石头比较圆 所以一不小心没捧住才掉了下来 这只脚估计报废了 昆巴先生 没事的 现在医学这么发达 实在不行 过段时间我带你去京城治疗 再说脚有点残疾 影响不大 对了 你今天去哪了 电话一直打不通 武少君当然不可能告诉昆巴 当时自己还在红浪呢 我手机坏了 去修手机去了 对了昆巴先生 你肚子饿不饿 我去给你弄点吃的 武少君 你没事吧 武少君 你难道要 一级败坏的武少君竟然动用底盘 找了缅北的人来挡架 黄鹰跟方 小子 你胆子确实够的 如果不是上面交代 就凭你这胆识 我都愿意跟你交个朋友 一辉 你敢紧走 别管我们 这两个女人是你马子吧 你有没有兴趣看一场三人斗地主 小子 小子 原本是打算过几天再对付你的 本来只想着跟着两个小姐姐打打牌 等我们玩够了再放出去 不过你这个小子 虽然想英雄就美 别说我不给你机会 我们这里一共有四个人 你随便找一个人单挑 只要你打赢了其中一个 我就放一个女人离开 你如果打赢了两个 我就全部放走 如何 行 我打 余辉打算拖延时间 等警察赶过来 至于陈虎正召集他的队友再赶来 但是这都需要时间 这四个人余辉想对付并不难 但是问题就在于两个 第一对方有枪 第二没办法保证方雅和黄鹰的安全 所以余辉要势敌已弱 在这之间找到合适的时机 趁机先解决野狗 或者将他手中的枪可以夺过来 哼 小子 我来陪你玩玩 别打了 余辉 你快跑 就小 你们就小 不要再打 黄鹰和方雅拼命地大叫着 甚至有种深深的自责 如果他们两人没拉着余辉逛街 那么可能这件事情都不会发生 小子 挺能忍的嘛 野狗看到余辉这个样子 顿时就放心了 他在武少军那里也证实过 这个余辉就是个普通人 并不会武功 现在看来确实如此 既然余辉不会武功 他也就不用担心什么 接下来就可以放心地稀爽 于是把枪收了起来 朝着余辉走去 余辉眼睛一眯 他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野狗怎么也没想到余辉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发难 好在他战斗经验丰富 联防侧身想要躲过 可是余辉他的眼睛是经过变异的 可以预判 你们特么还愣在那里干嘛 快给老子上啊 被突变的情况震惊到的三个手下开反应过来 一个个朝着余辉出来 就在这时 三个人引冲了过来 陈虎带支援过来 野狗 你好大的胆子 此时的战斗已经结束 余辉连忙将芳雅和黄鹰身上的绳子给解开 余辉 芳雅虽然也很害怕 但是比黄鹰好很多 毕竟他的阅历要多很多 好了 没事了 余先生 这个人怎么解决 交给警察吧 毕竟这是国内 就在野狗松了一口气的时候 余辉猛地踢出一脚 正中野狗要害 回到了酒店 芳雅和黄鹰他们两个还有些惊魂未定 余辉 你先洗个澡吧 然后我帮你抹一些药酒啥的 此时的余辉脸上还有一大块瘀青 肚子上肯定也是 不过有灵力的治疗 这些都是小问题 没事 这事情已经过去了 时间已经不早了 洗洗休息吧 我还要去见一见陈虎带过来的三个人 余辉 我好害怕 放心吧 那个野狗下面已经被我废了 给你们出气了 如果还是害怕的话 要不你们回去拿衣服 然后在我这里洗澡 今晚就睡在我这边吧 嗯 与此同时 年北的某个地方 龙爷挂了电话 脸色阴沉起来 活凤 野狗这家伙在华夏锐城犯的事 现在被那边的警察给抓了 不过这家伙受了伤 在医院治疗 估计每个十天半个月的出不了医院 去将他给我带回来 记住 那边是华夏 别把事情闹大 另外你来接手野狗的任务 这次不要节外生枝 明白吗 这名叫活凤了 是龙爷手下四位干将之一 同时还是唯一一个女性 嗯 龙爷 是不是野狗又没管住那晚衣 说话之人是龙爷另一名手下 他叫山鸭 山鸭 野狗的是等他回来再说 你那边怎么样了 差不多了 不过对方不愿意让步 实在不行 我打算动用一些特殊手段 嗯 老五 我们差不多有十年没见了 是时候该见一见面了 这个龙爷的名字很少有人知道 或者说知道的人都已经死了 不过我听说龙爷姓武 武少君也姓武 难道说 具体的我都是听说的 据说龙爷十几年前就是在瑞城混饭吃的 后来越做越大这边自然就容不下他了 毕竟这里是华夏 所以这个龙爷就跑到了缅北那边 因为那边比较混乱 越是混乱的地方就越适合龙爷这样的人 所以龙爷的名头也就越响亮 他的生意涉及很广 有洗衣粉 有军火 还有贩卖人口等等 对了 听说他最近还在对翡翠原石矿卖下手 就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余辉就这么听着 总算听到了一些有用的消息 另一边 武少君下榻的那间酒店 他见到了一个非常妖艳的女人 不过他可不敢打这个女人的主意 除非不想活了 这个正是龙爷四大将领之一的火凤 火凤姐 原来您这么年轻漂亮 原本我以为火凤姐怎么着 也有三四十岁 没想到这面相才十七八 武少君 老娘可不是三岁小孩那么好骗 说正是吧 我要的东西呢 火凤姐 这是狗哥的医院以及楼层房间号 另外还有守卫的情况 我都已经摸清楚了 这个人叫余辉 也就是打伤狗哥的那个人 这人很能打吗 不确定 因为到现在我都没办法和狗哥说书话 另外昨天晚上 这个余辉带了三四个手下过去了 有一个好像叫什么 城虎 这个余辉你确定他是第一次来这边 这次倒是干脆 武少君直接将余辉的底细收得一清二楚 就差余辉穿的底裤颜色没说了 你说此人会堵实 而且还挺厉害 此人显然是在藏桌 在金陵城的时候 他曾两次和坤八一亿的单位资金对赌 而且都完胜坤八 如果只是凭运气不可能这么好运 能够赢坤八两次 而且这小子赶来这里堵实 没有真本事 打死我都不相信 好了 这件事情你就不用管了 也得我会负责 这个余辉我也会解决 没事的话你别打扰我 还有 你的房间怎么这么臭 余辉不知道他又被别人踢上 吃过午饭又在原石市场逛了一笑 搜索不错 尤其是周中福今天特高兴 因为杨颖镜那个来了所以不在 他基本上一个人包揽了所有粉 余辉刚转身就回个女人撞了一下 而且撞的位置不是很强 不好意思 你没事吧 虽然是对方带球撞 但是作为大男人 还是得关心问候一下 没事 是我自己走路不小心 真不好意思 要不我请你吃顿饭吧 也算我赔罪了 这 这不太好吧 我们就去对面的酒店 这你总放心了吧 方雅姐 余辉这个大色鬼 放着我们两个美女不赔 去勾搭也困了 放心吧 余辉不是这样的人 怎么就不是这样的人 你没看他刚刚那眼神 就盯着那个狐狸精的西瓜看 仿佛他能看穿似的 真没出息 也就比我的大那么一点点而已 当心下垂 方雅确定了 这个黄鹰吃醋了 唉 看来小黄鹰也沦陷了 黄鹰啊 余辉就算好似好像也跟我们没啥关系吧 呃 谁说跟我们没关系 私家是我同学家闺蜜 我这次来就是负责盯着她的 放心吧 余辉应该不是这样的人 你想啊 就算余辉年华日曹琴嘛 也会背着我们吧 可是刚刚你看他有吗 我参与回八成有的其他目的 这男人做事我们女人别去多问 男人是不太喜欢聪明的女人的 又是聪明的女人 有时候往往会失去自己最重要的东西 糊涂一点其实挺好 好了 这时间不早了 我们也该回去了 不清楚了吗 余老大已经摸清楚了 走廊上有两个 房间里还有一个陪护 解决起来非常简单的 做得干净利落一些 龙爷交代过了别弄出人命 家人带出来之后 你们连夜送回缅北去 余老大你不急着回去吗 我还有其他事要处理 回去后转告龙爷 就说我遇到了一个比坤爸更厉害的赌食大师 我会想办法将此人带回去的 余先生刚刚收到派出所打来的电话 就在半个小时前 那个野狗被人给救错了 余老门一黑 暗骂一声自己是投资 既然火风出现了 他就应该能够想到这件事情 余先生 这个火风是龙爷的四个得力干将之一 这个女人比野狗要难对付许多 野狗就是疯狗敢打敢拼 一般都是宠在前面当炮灰的那种 但是这个火风不一样 他比较适合暗杀 据说他浑身上下到处都是暗器 这次来还故意接近您 不用想都是来对付您的 要不要我们先下手为强 将他给卡叉掉 你说的很对 他不但暗器多 凶器也挺厉害 这个女人暂时不要动 我相信这个女的接下来 肯定还会主动找上我的 而且短时间内我不会有事的 这个火风我还想利用一下 至于怎么利用我还没有想好 等我想好了再说 逛了一个多小时的翡翠市场后 杨颖静突然脸色有些煞白 还在冒着汗 所以余辉就把他送回了酒店 你没事吧 要不我送你去医院 没用的 每次都这样 已经十几年了 一般都是第一天痛得比较厉害 第二天就好多了 有时候我在想 他有多好 我可以让你十个月不来这个 杨颖静一愣 随即也反应过来了 余辉 没看出来啊 你还是一位神医啊 可惜啊 就算你是一位神医也没用 难道你想闯红灯 恐怕就算你敢闯红灯 你也不能要到病除 一具神医 让余辉想起了自己的灵力 貌似应该管用 静静啊 其实我真的会治病 我会一种按摩手法 对这个非常有效 你要不要试试 杨颖静确定余辉这是想占他便宜 不过自己都这样了 估计也没啥便宜好战的 除非这个家伙有特殊品号 顶着红灯硬矮 行 那你快点吧 我有点扛不住了 你干嘛 你不会真的想闯红灯吧 按摩要贴着肚皮 隔着裤子你按摩一个给我看看 咦 真的不疼了 余辉 你是怎么做到的 行了 你休息一会吧 我先走了 等等 余辉 刚刚你都看到了什么 静静 那你认为我能看到什么 一只小熊 还是你那几根调皮的 窜出来的小可爱 不准说了 你个臭流氓 四日一早 余辉一来到翡翠市场 就遇到了杨领镜 看来应该不疼吧 余辉 昨天我不在 你今天就将昨天的原石给我补上 补上个屁 昨天害得我都少切了好几块石头 你还好意思说补上 我补上你一脸 余辉 这么巧啊 我们又见面了 来人正是火凤 火凤小姐 这么巧 你也是来购买翡翠原石的吗 这是余先生女朋友吗 真漂亮 其实火凤对赌石并不感兴趣 不过他今天来就是看余辉会不会赌石 不能总听武少君那个家伙一面之急 所谓眼见为时耳听为虚 他要自己验证 余辉还是和之前一样 遇到好的石头就让杨领镜来购买 火凤就这么看着 差不多看了两个小时 他就看明白 这个余辉绝对是个赌石高手 每次只要余辉左手柄画出一个OK的手势 那么杨领镜就会付钱购买 然后解释 火凤心中狂喜 这就是他需要的赌石大石 余辉 我要是有你这个本事 我才不会什么细水长流浪费时间 我直接一次性领到位 这就跟切石头一样 有些人切石头慢慢切 然后还磨啊 蹭的 蹭的昆毛啊 要是我就一刀下去 有就是有 没有就是没有 余辉被这个女人的话给逗乐了 不过经过几天的相处 余辉发现这个女人确实是这样的性格 简单干脆 不喜欢托尼带水 我认为你这话说的不对 一上来就用力过猛的人走不了太远 因为一上来就过度关注结果 那每一个细微的阻碍 都会成为你心灵的重负 它会不断地消耗你的身心 所以要慢慢来不挤不放地干 反而更容易坚持 我们在战术上要全身心投入 在战略上要保持超然超前 方法上要深入实际 心境上要学会抽身观望 切记慢慢来才能高效 因为沉稳的步伐 胜过急躁的冲刺 火风就这么听着 感觉这话总有那么一点怪怪 但是他又说不出个所以来 余辉 下午我们去干嘛 那是下午你干嘛 而不是我们干嘛 你看着外面的雨越下越大 除了睡觉还能干什么 如果你要是愿意带我去你住的房间 我倒是很乐意做一些 我们都爱做的事情 我凤胆确定 余辉就是在调戏他 没看出来啊 看你长得丝丝稳稳稳的 没想到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家在棉北 你要是有胆量就跟我回家 到时候随你怎样都行 如何 这只狐狸精终于露出尾巴了 没错 火风说得很清楚 他家在棉北 那么这意思就很明显了 也终于搞清楚这个女人 为什么接近自己 就是为了骗自己去棉北 那么目的是什么呢 脑中出现了一些猜测 不过余辉决定先利用一下 真的吗 这可是你说的 到时候 等我将这边的事情处理完了 我就跟你一起回去 先说好到时候 一定要随我 我凤心中一喜 余辉上钩了 至于余辉说的这些事情 无非就是在这边多赚一点钱 这完全没问题 再说火风也不敢太急放 到时候被对方看出破绽来 就功亏一篑 他是一定要将余辉带回去 两人吃过午饭 余辉故有事回到了酒店 他要将这件事情 跟陈虎他们交代一下 正打算回房休息 就看到杨颖静坐电梯上来 余辉 那不要来我这边坐坐 好 你有事 静静啊 我觉得你有C家 你说我猜的对不对啊 C家D家的跟你又没关系 反正又不是你的 这个可说不定 孤男寡女的在一个房间 只要你给机会 我不就可以拥有了吗 余辉 你要是真敢这么做 我倒是觉得你相个言吗 不然就是光说不练假把事 这家伙不会来真的吧 主要是今天被火风搞得有些烦躁 原本他打算去找方亚 结果杨颖静送上门来了 余辉 别 别这样 我还没准备好 是昆巴说的 那个比他还厉害的赌师大师 张先生说笑了 我哪是什么大师 我和昆巴先生相识 而且关系还不错 所以昆巴先生 故意抬举我罢了 我就说嘛 赌师哪有这么容易 没有个几十年的功夫 哪能成为大师 余辉看出来了 这个叫洗美平的 和周中福可能处于竞争关系 但是明面上两人的关系 好像还挺不错的样子 不然也不会在一起吃饭 从这个饭局的气氛上 抗火药味很重 周老板 你刚刚说让这位余先生大喝 这有点说不过去吧 我们两个可是一直在对饮 你现在让别人帮喝 好像有点欺负人呐 西总 我可喝不过你 别人都知道你是两斤白酒起步 我是半斤白酒归西 你让我对饮 你这是不是明摆着欺负我吗 行 这位余先生大喝也行 不过先说好 我要是赢了 新开的商业间那边的地盘归我 你就不准再开分店了 余辉听明白了 与其说是酒局 不如说是一个赌约 行 如果余兄弟输了 我周中福说话散话 我好像还没答应吧 不过问题不大 他进来的那一刻 就已经做好了应对一切的准备 于是四瓶白酒就摆上了桌 西总对吧 我首先确认一下 这瓶白酒喝下去你不会有事吧 哼 通常说这句话的只有两种人 要么是装差 要么就是真的很能喝 余先生 你这是看不及我们女人吗 西总别误会 主要现在国家对喝酒控制的有些严 听说有个什么叫连带责任的 我就怕您喝伤了身体啥的我到时候不也跟着倒霉了吗 还真是第一次遇到这么能吹牛的人 于是二话不说 端起一杯酒 直接一饮而尽 西美瓶喝完 还将酒杯倒过来给余辉看了一下 余先生 该你了 余辉肯定不会一口一杯的喝 因为他要给对方一个下满威 于是他直接拿起一瓶白酒 身体开始运转勤气 像喝矿泉水一样 差不多一分多钟一瓶白酒见了 余辉喝完之后 示意西美瓶继续 西美瓶今天算是遇到个狠人了 让他对着一瓶白酒直接吹肯定是做不到的 其他人更是用吃了屎的表情看着迂回 这酒要不是他们自己带过来的 甚至都要怀疑酒里面掺的是水吗 西总 我觉得这样不公平 您之前已经喝了差不多半斤酒了 现在再喝一瓶的话就相当于是一瓶半了 所以我觉得余先生应该多喝半斤 或者是西总少喝半斤 说话之人正是那个赌士顾问张二哈 张先生 不如这样 我跟你喝 我喝一瓶你喝半斤 我之前可是已经喝了一瓶 吃一瓶下去就等了两斤 怎么样 张二哈偷偷瞥了一眼西美瓶 当他看到西美瓶看向自己的时候 狗屈一震 自己喝醉了又如何 到时候这个余晖将这一瓶喝下去 那么就能够给西美瓶创造机会 这样一来西美瓶一高兴 肯定会对自己另眼相看 说不定还可以 张先生不会不敢喝吧 喝就喝 于是这个二哈打开一瓶白酒 眼睛一闭 直接一狗喝了下去 可刚刚喝完就开始呕吐 顿时遭到了所有人的鄙视 我 哼 完了 跟你 于兄弟 还是算了吧 别喝了 没事的 我真要喝起来自己都怕 于晖说完直接端起酒 就开始咕咚咕咚的喝了起来 然后体内的灵气一直在运动 正好将刚刚喝了酒给稀释掉了 说 这哪是喝酒啊 分明是在喝水 此时的西美瓶一瓶白酒 还剩下一杯没喝 而于晖已经喝了两瓶了 也就是说他其实已经输了 于先生厉害 我西美瓶心服口服 周老板 那调节归你了 我不会去开店了 西总 那我这次就胜之不武了 不过打赌就是打赌 我也不会矫情 西美瓶笑了笑 他现在对周中服兴趣不大 他反而对这个于晖非常感兴趣 于晖先生 我们能加一下联系方式吗 说不定我们以后能有合作机会 可以 次日一早 于晖和以往一样来到了原始市场 火风较常出现 直接过来挽住于晖的胳膊 根本没有在意黄鹰那种要喷火的眼神 周老板 喝酒我的确不行 不过这赌事嘛 我还真没服过水 要不你让昨天那个什么余晖过来一趟 我们比划比划 原来是二哈先生 昨晚还好吧 余先生 你来得正好 我想跟你比试一下 不知道你敢不敢 没兴趣 余先生 你不会怕了吧 二哈开始用起了激将法 至于洗美瓶没有阻止 很显然他是想用这个二哈来摸摸余晖的 还有火风 火风等了好几天 终于等到了这么一次机会 那你有多少钱 余晖 我们西总可是 你想跟我玩那就得拿出你的资产 你若是没钱就直说 别妄想着借机下单 到时候赢了算你的 输了让别人买单 你这点小技仰我看得太清楚了 二哈老脸一红 还别说 他就是这么个意思 但现在自己的小心思被别人揭穿了 二哈也不好不站出来表态了 当然是我跟你来比 我这张卡里有三千万 赢的一方得到对方的翡翠盒三千万 你敢不敢 洗走 麻烦你做个见证人 洗美凭眼皮一跳 他看出了余晖的心思 这家伙要拉自己下水 行 我来做担保 那你的赌字呢 别说三千万 就是赏的一我周中复 也愿意给余兄弟担保 各位 今天中午我请客 大家都别拒绝哈 哼 我长这么大 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 今天你就见到了 十五分钟后 余晖挑了一块价值三十万的石头 而二哈挑了一块石头价值九十八万 这块石头个头很大 余晖看了一眼 这家伙运气竟然还不错 里面的翡翠差不多值个五百万左右 余晖 赌约说得很清楚 石头只买一块 你买个这么小的到时候可别后悔 谁后悔还说不定呢 随着切割机开始转 二哈很小心的开始 因为他现在也算是土生家 差不多用了半个多小时 哦 绿了 出绿了 看着颜色 这绝对是大涨 怎么样 就这一刀下去十年的功力 你顶得住吗 看着连线都不怕直接切的鱼龟 二哈随即露出炒火 啊 就你这业余的水平还敢堵持 也不怕别人笑掉大牙 绿了 又出绿了 好弄鱼的料子 不会是帝王鱼吧 不对 这不是帝王鱼 波草 竟然是祖母鱼 一时间现场炸了 祖母鱼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和帝王鱼很接近 没一回功 一块只有婴儿拳头大小的祖母鱼翡翠 就出现在众人眼前 这块祖母鱼我要了 我出五千万 五千万你就想要 我出八千万 怎么样 张先生 愿赌服输 给钱吧 二哈此刻的脸色 就跟吃坏了肚子拉出的鱼石一样 余先生 我开个玩笑玩玩而已 没必要当真吧 谁跟你开玩笑 我跟你很熟吗 从昨天你就在针对我 我都懒得搭理你 今天你还来 你是打算输了不认账还是怎么的 哼 我们又没写协议 证据呢 我还说我们赌了三个亿 你信吗 大家信吗 按照祖师界的规矩 最多被翡翠市场拉入黑名单 但是和三千万相拥 二哈很显然选择了三千万 要知道他奋斗了十几年才赚 怎么可能愿意拿出来给余队 习总 我们走 不用搭理这种小人 二哈不仅赖账 居然还反咬一口余晖是小 这下子现场顿时虚声一片 习美萍此时脸色非常难看 三千万对她来说真的不算什么 可是这个二哈是自己带过来的 而且也是自己担保的 现在出而反而赖账 她的脸算是丢到家了 你给老娘滚 二哈被习美萍一声滚骂得有些猛逼 自己可是她公司首席的赌士顾问 平时都是客客气气的 今天居然让自己滚 于是黑着脸抱起自己的翡翠就想离开 就在这时抱着翡翠的手一花 我们走吧 三千万加一块翡翠而已 我还不看在眼里 于先生请稍等 其实我跟这个二哈不熟 不过既然之前我已经答应了作为担保 那么肯定要愿赌服输的 这是四千万支票 也算是我们输的赌资了 那我就不客气了 既然习总搭气 那我也不能不表示一下 这样吧 我帮你挑一块石头 能回本多少就看你自己的了 喜美萍眼睛一亮 她赌对了 火凤就一直在边上看 此时她的眼中全都是小星星 余辉绝对是赌食大食 用武少君的话说 绝对比昆发厉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